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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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呢 我第二天起来 比如说我们十点开始 我八点半起 我发现拍摄场地旁边就有一家 我就得去一下 哪怕是三四十分钟我也得练一下 练完之后就浑身通透那种感觉 就是我刚起床的时候拍东西这么累 但是你一进山进入一个状态 你整个人都精神了 所以就没有时间也得有时间 还有一个是滑板 然后滑板最近少一点 因为滑板有一次就是在双井那边做一个 就有点自不量力 做一个不该做的动作 就把我那个膝盖给崩了 哈哈哈 会 哈哈哈 其实我参加那个2018年汉语桥的时候 答题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因为它就涉及到这种竞技类的事情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玩 因为你跟别人比 你看到底谁强 我觉得这个好玩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那个国贸 剧场也会做一些小游戏 比如说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李白可今天没有吃饭 因为 然后三个人 每个人说一个字 什么什么什么 就三个字 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游戏 但是其实我还是觉得这种国情啊 文化啊 还有这种什么文艺文啊 那中国文化相关的这些题是最好玩的 因为可能我自己学或者关注这个东西也比较多啊 所以这个我是比较好生的 哈哈哈 嗯 看是什么样的话题 如果说这个话题是真的很敏感 真的可能会让人有很多情绪的那种 我可能会稍微温和一些 但是如果说这是那种不那么敏感 就是随便聊聊的那种 那我是比较尖锐的 就是就是我不 我不会太 不会太较真 就是说就说呗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就太客气或者礼貌 这样反而会让人觉得很拘束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不太喜欢 还是就大大发芳的 就把这个事说出来 对 当然也是考虑到别人的情绪 别人的感受 但是主要不是那种特别敏感的 比如说什么战争感的 这个我可能还是会 对 如果我不确定 我的观点就没有特别多的根据 我可能会少说点 但主要不是这种很严肃的话题 主要不是很严肃的话题 那我觉得还是会尖锐一些 谢谢 所以 所以